嗨 大家好 我是Eva 今天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 我九月去東京上野買了哪些東西 然後這集的主題呢 會放在視頻 就是視頻這樣 然後因為 其實我這次買的東西跟上一次那個TOKYO HALL的內容呢 其實非常的相近 有點像是在補貨一些東西而已 所以呢 我會把一些補貨的物品呢 放到最後面再跟你們分享 前面呢 我主要分享在視頻的部分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秋天來了就很適合帶視頻 所以我又買了一堆 好 那就話不多說 進入正題 第一個呢 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好 沒錯 就是迪士尼的飾品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在一些日本代購有沒有看到迪士尼在買飾品這件事情 但是 迪士尼的飾品呢 現在就是越出越多 然後我之前買了一點點 這次買迪士尼 買了兩個耳環 是夾式的 因為我沒有耳洞 所以我買的耳環都是夾式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耳洞的話 不要擔心 你在迪士尼也是可以購物的 然後台灣其實也賣了很多這種夾式的耳環 然後像我現在帶的這個珍珠啦 是 Miss Haha的 我覺得超級美的 而且很平價 我覺得很OK 我那時候買了兩個耳環 這個 你們看得到嗎 就是它一邊是小美人魚的圖案 然後一邊是就是藍紫色的鑽石還有珍珠 你們知道我逃離不了這個誘惑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很開心想說太棒了 那我這樣就是可以一邊帶一個 結果回台灣之後呢 我就看到想說 欸 奇怪我怎麼買了兩個一樣的 然後後來才發現原來它是一面兩用 就是它一邊是那個鑽石的 然後 另一邊是小美人魚的 你們抓到我那個點嗎 所以我根本就買一個就好啦 然後 超白癡的 因為我本來想說 這樣兩邊一起帶的話 好像比較浮誇 但是如果一邊是這個 一邊是這個 帶單邊的話 就還蠻好看的 好啦 總之呢 我買了兩個 然後它是日幣500塊錢 然後 我是在晴空塔買的 晴空塔的迪士尼可以免稅耶 超讚 視頻有搭配說 兩個的話多少錢 三個的話多少錢 四個多少錢 可是它有分種類 所以就是 稍微再搭配一下 又再更優惑一點 所以我覺得 超級划算 超級優 超級划算的 再來呢 我買了項鍊 項鍊呢 其實 它也是 呃 不知道會不會太亮 你們這樣看得清楚嗎 我買了一個 好 沒辦法 我逃離不了 就是金色 藍色紫色的誘惑 然後還有一個米奇有鑽的 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得清楚 那這兩個項鍊呢 就是這樣 小小很可愛的短鏈在脖子這邊的 覺得超美的 好了沒有那麼誇張 但我覺得就是 冬天穿一個小麗玲的上衣 再搭一個這樣短項鍊 非常非常的好看 第三個買的是 髮夾 迪士尼的髮夾 它也是三個有優惠 好像是三個1260日幣之類的 然後 我現在這個單個後面的價格是450 所以 單個1260的話 一個就是3 呃420 對對對 我覺得也還OK 然後 圖案是一個是小精靈的 然後一個是公主的 然後一個是米奇的 米奇是經典必白 因為我覺得就是常在思考的時候 如果頭髮一直干擾你的話 就會很麻煩 所以 就是有這種夾子 這樣夾起來 就好像蠻可愛的 這樣嗎 喔 我好像迪士尼裡面的工作 嗯 就是這樣 就是有點還不錯 還蠻可以那個搭配的 然後 我好像迪士尼裡面的人喔 好 反正就這樣繼續講 就是我覺得這樣就還蠻不錯 然後心情也很好 然後 這邊就是我主要在迪士尼買的飾品 喔 結束了 好 再來買飾品的部分呢 是在Lori's Farm 對 就是也是台灣有的牌子 然後 在這邊飾品又比較便宜 然後好像有在打折 外加就是 買一萬可以退稅 所以我買了一件外套 跟一件飾品 我拿給你們看 那個時候 我是在上野車站的 大碗百貨裡面的Lori's Farm逛街 第一個映入我眼簾的呢 是這個 嗯 斷帶的choker 然後它是一個蝴蝶結形狀的 然後 是 我喜歡的塗色系 我覺得 超美 我記得它好像還有兩三種 就是類似這樣咖啡色系的choker 我就是 你懂嗎 很漂亮 我就忍不住 就把它放到籃子裡面了 就是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時候 我第一個聯想到的是 就是萬聖節的時候 可以假扮小部斑餅 就可以搭這個飾品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思考 就直接把它放到籃子裡面 然後 第二個映入眼簾的呢 是這個 一個髮式的夾子 它是可以就是 嗯 怎麼說呢 就是它可以夾在 你綁頭髮的位置 應該是綁在後面會比較好看 就像馬尾那樣 透枝式的 有看到嗎 這樣 對 然後呢就是這樣可以 垂在頭髮後面 有一個小裝飾的感覺 很美的 是不是 就是綁馬尾的時候 就會看起來 多了一個 裝飾感覺 比較有精神啊 或是 可以創造出不同的風格 再來映入眼簾的呢 是 這三條項鍊 那 那時候呢 我就看到 欸有鑽石 然後金屬跟珍珠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逃離這樣子的 設計嘛 然後 重點是喔 我就看到它這邊圖 就是有一個脖子 然後卡來之後 我就想說 哇塞 如果是金屬色的 choker 長這樣也太美了吧 不行 一定一定要買 結果回台灣的時候 發現它 不是choker 它是一般的項鍊 就是大概在鎖骨 這個位置左右 所以沒辦法三條一起戴 就兩條兩條 是最極限了 但 還是很好看 就是戴上去之後 瞬間變成日本人的那種感覺 然後 再來呢 是同一個系列的這個 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絲巾風 然後我 最近才找到我喜歡的花色 然後這是綁頭髮的 所以 它有一個蝴蝶結在後面 有點類似大腸圈的感覺 那除了綁頭髮之外 也可以當 首飾這樣 美美滴 然後另外一個是 絲巾 就是這個絲巾 之前在穿搭的影片 沒有出現過 然後我的 欸 上面也有這張照片 然後它就是一個 絲巾 然後中間有一個金色的扣子 可以調整長度 調整到 喜歡的位置這樣 然後我就是覺得這個 有點橘藍配色 黃 很美很美 然後就這樣 就買 其實這應該也可以綁在包包上 我覺得 都還不錯 所以就覺得 嗯 百搭百搭 買買買 視頻的介紹就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呢 跟你們分享我在 迪士尼商店買了什麼東西好了 就是我剛剛有說嘛 這次去迪士尼是買 EVER 這次去那個 晴空塔的迪士尼買東西 裡面免費真的是 逛的超爽的 最主要買的是這個包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啊 什麼東西 喔 沒有 我的戒指 嗯 好 我最主要買的呢 是這個包包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我可能 Snapchat裡面有出現過 可是呢這個包包呢 是袋子跟鏈子分開買的 然後它非常特別的是 它的鏈子是這樣 有兩段式的 有珍珠跟皮革 然後 中間是會用這個米奇的金屬 來把它們串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包包有三種背法 第一個呢 就是像我這樣 把它這樣一長串串在一起 然後斜背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只看皮革的部分 就是它就會變比較短一點 就這樣 皮革的部分 然後你看你是要這樣側背啊 可以在剛好在腰的部分 看到嗎 剛好在腰的部分 或是你要用提的 就是這樣 都可以 都蠻可愛蠻美的 我覺得就是這種小包包 就是很適合女生 出去玩或出去買 就是買飯買東西 都超適合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它裡面就是沒有分層 只是一個曠白的袋子 然後除了這一個花色 其實還有很多小飛象啊 然後 欸 小精靈啊 或是 忘記是米 米奇還是高飛 還是 就是 那個叫什麼 維尼的 就是 還蠻多圖案可以選的 然後其實這個價格也 我覺得沒有到很貴 所以 如果你有去迪士尼的話 我很推薦買這個 然後在旅途當中呢 就用這個妝 我後來就是用這個妝 護照 信用卡跟錢 就裝到這裡 然後因為 它很貼身嘛 所以就靠你很近 如果有什麼 異狀的話呢 你都可以馬上發現 嗯 真的太可愛了 再來在迪士尼裡面呢 我還買了一個 小兔子的 吊飾 買這個其實超沒理由的 就是我只想說 這個黃色超可愛 我今年夏天非常喜歡這種 檸檬黃正黃色 亮黃色 因為我覺得這些黃色看起來 就是非常有能量 然後我就想說 就可以把它掛在那個 凱莉送我的包包上面 因為我覺得這樣 其實很可愛 最近 不是最近 就是不是一直都還蠻流行 女生在自己的包包上面掛娃娃嗎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這個黃色跟那個咖啡色很搭 我就買了 完全沒有思考 然後再來呢 喔 在迪士尼買了這個 新的唇膜 就之前不是 我有給大家看那個面膜嗎 然後這次就是買唇膜 然後 然後 待會他們也會成為小禮物 要送給你們 我自己還沒敷過 但是 我應該會找個一兩天來敷 因為我想要敷看是什麼感覺 我之前有敷過不是迪士尼口味的 可是 我就覺得敷這個長得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你們自己想看看 很像中毒 有嗎 對 就非常可愛 很適合拿來送人 或是 什麼話題性東西 OK 再來跟迪士尼有關的呢 是 喔 這三個 喔 我的賴子在想 不喜歡 再來跟迪士尼有關的是 DHC的護唇膏 然後它就是三個公主 有美人與白雪公主 跟睡美人 然後這三個不同的顏色 那我是在藥妝店買的 所以 就覺得 非常可愛 看是不是要 送禮自用 兩箱 我沒辦法 我只要看到有迪士尼的東西 我就這樣 然後就放到袋子裡面 然後就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好像中毒 我非常的誇張 好 然後再來 跟迪士尼有關的東西呢 欸 我的髮飾好像要掉了 好 我不假了 我一直在動 再來我們要進入到 LOFT的購物 好 現在開始應該就是 屬於捕獲的概念了 登登登 小路斑筆的鉛筆 看到沒 我其實最一開始會知道有這個筆 是因為有一個讀者 就是訊息我 跟我說他家附近的文具店 有賣這支筆 叫我趕快去買 然後我就想說 嗯沒錯我要趕快去買 後來呢 我就跑了兩三家文具店 居然 都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筆 一直有這個牌子的筆 但是沒有小路斑筆的圖案 然後我就一直 就是記在心裡 然後 因為我都一直沒找到他 我就很傷心 然後 終於讓我在LOFT 找到他了 而且就是還有什麼小熊威妮啊 小老飛槍 我忘了 反正有很多圖案 就是 超可愛的 你們跟他限定限定限定 限定 然後我就買了兩支 因為一直是我的 一直是我要送我朋友 超開心的 超開心 好然後再來在LOFT呢 就是持續補貨我之前那個Leak白貼紙 買了很多 也沒有很多啦 第一個是 喔這樣擺起來顏色好美 這個綠色的是箭頭 然後這個淺藍色的是 有點像暈開的感覺 然後這個粉紅色的是三角形 然後這個是點點 點點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有點像 生日派對會有那種斷帶的感覺 就是 超可愛 無法思考 就一直拿 一直拿 我覺得我瘋了 我覺得好像 我剛剛很認真的說自己瘋了 就是我覺得好像 就是有時候 莫名的有點壓力的時候 就會 太想買東西 然後就會覺得 自己很辛苦 不是很辛苦 就是很認真 所以值得 這東西 對就是那種感覺 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是覺得 今天自己付出了一些事情 然後 所以可以 犒賞自己一下的那種感覺 我這樣說到底合不合理啊 聽在別人耳中 會不會覺得我很 荒謬 算了算了 Let it go 再來 喔 呵呵呵 再冷笑 呵呵呵 就是 我買了這個很可愛的 那叫什麼 便利貼 就其實 文具店一定也有這個啊 只是顏色比較 鮮艷的那種 然後我就是看到這個粉色 然後我就說 不行一定要買 呵呵 我真的很誇張 我真的很誇張 我真的太誇張了我 反正我想說 不行一定要買 而且就是最近 因為要讀書 所以 就要買 來讀書用 然後讀書的時候 就會心情很好 就會很努力的讀下去 嗯 然後再來的話 恩 再來是一些藥光的東西 這個啊 這個 OPERA的 唇膏 然後它是主打感覺 是比較自然色系的那種 唇膏 那叫什麼 護唇膩的感覺 然後 我買了 22號 跟204號 我個人覺得 22號在我嘴巴上是 沒什麼顏色 因為太淡了 它叫做 natural pink 然後 因為我唇色比較深的關係 它在我嘴唇上 就是 沒有功效 就是比較透明感 然後 204的話我就覺得 顏色滿不錯的 就很自然 然後淡淡的 就還OK 但是它都是比較 唇蜜那種感覺喔 不是很 很 很 重的顏色 因為你看我像圖 就是那種很淡很自然的顏色 所以 喜歡這種淡淡自然 然後日常上學上班可以用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這個牌子 這牌子有超多顏色 我挑了超久 它是那個 它就那個櫃子上面 有這樣一排兩排 三排四排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要怎麼挑啊 然後這樣 就是一直想了很久 最後才挑出兩支 再來是 什麼呢 喔 Excel Excel Excel的東西 這次呢 依然 捕獲了 Excel的眉筆 但是呢 我非常的貪心 我捕獲了三個顏色 第一個呢 依然是PD01 是我最常用的顏色 再來呢 是PD7 跟PD10 然後 嗯 因為我就想說 我每次都用這個感覺會不會太無聊 還會也比較淺 這個是Mochra Brown 然後這個是Pink Brown 然後我想說 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顏色 嗯 希望我記得 然後去做一個改變 就 雖然我的髮色一直都沒有 別一直都是這個灰咖啡色 嗯 沒錯 我的頭髮呢 最近開始都是染灰咖啡色 所以呢 如果你想 很好奇 我的髮色到底是什麼 我就染灰咖啡 因為我現在就是愛上這個顏色 我忠誠度非常的高 所以呢 反正我就想說 買看看 可以創造出比較不同的感覺 雖然我覺得 我每次化的妝 就那幾個 因為就太習慣了 唉 我是一個很念舊人 還是一個很懶惰 不願意求新求變的人 好 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最近大概就是這樣畫 然後再來是Excel的 眼影 超級好用的 我買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 你看喔 SR02 一個是SR01 然後 它有四個顏色 我就挑這個 然後 我現在先用的是這一個 我覺得非常好用 這個色 看到嗎 就是它的質地非常的細緻 然後它的那個光澤也很美 就是 嗯 我不會講 就是它就這樣想霧面 然後細細的感覺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正在試色給你們看 就是 這是 這是 SR01的顏色 這四個 喔 完蛋了 那個燈太亮了 等我一下 我就把燈關掉 哈囉 好 瞬間變很暗 就是 這是它的顏色 可以看到嗎 是淡淡的 然後它的光澤很美 然後並不會特別閃你 但是可以在 眼睛上就是創造出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的光澤 我覺得在眼睛上可以創造出還不錯的效果 就我還蠻喜歡 而且我覺得 擦上去真的 喔 日系 然後再來我還買了兩顆單顆的眼影 是 叫做 SIO1跟 SIO4 然後 它 超 閃亮的 一個是 喔 不會講它是什麼顏色 就是偏粉一點點的 它很亮 有看到嗎 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它真的超亮的 怎麼好像你們看不太到啊 然後第二顆是 更淺一點的粉 然後 它也是給我超亮的 看得到嗎 反正它們這超亮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 你知道 打在眼頭 然後跌在眼睛中間這邊 就是 都還不錯 然後這邊的話 是比較 比較 低調的那種 霧感 光澤 這邊就是 給你閃到不行 但是 當然沒有歐美風那麼閃啊 但是 如果在 以日常來說 我覺得就 夠閃了 嗯 好 再來喔 我依然 補貨了睫毛夾 但是 我是幫朋友買 然後還有幫你們買的 所以等一下 禮物也會有睫毛夾 因為 這個睫毛夾實在太好用了 他們 用過的人 都說好用 應該很好用吧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用的啦 如果有人覺得 用了不好用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你們覺得用了不好用 然後 為什麼 可能是 你的睫毛比較 長 還是比較硬 還是什麼 可是 你不可以一直留言說 我覺得超難用的 你要說 你的眼型是什麼 你的睫毛是什麼 然後你覺得用起來不好用 因為我覺得 你就是單 如果單說難用的話 別人很難 去評估 但是 如果你提出 你 為什麼不好用 那就可以讓 跟你經驗相同的人 就是去參考你的建議 嗯 可以嗎 我這樣會很兇嗎 應該不會吧 反正就是 如果 就是 如果覺得 不好用的話 你可以跟我說 但我自己覺得超級 好用的 真的 就可以很輕鬆的 因為要把睫毛夾得很俏 好 再來呢 喔 我再買了這個 Doctor's Label的 乳霜 就 因為它很保濕 然後很適合敏感肌膚 所以我就 買了 再來我買的是 薑圓道的這個 有點像primer 或隔離霜的東西 然後 它是一個淺綠色的face 因為我的肌膚 本來就是比較偏紅的肌膚 所以需要用那個 淺綠色的來做 打底 然後因為 所以你們看喔 它的質地 我覺得還蠻 嗯 水潤的 所以 然後我試的顏色 我覺得還ok 我就買了 就你看到嗎 它的質地 就很好推開 直接偏白色 因為我的手太黃了 今天呢 的介紹就分享到這邊 然後現在是 進入小禮物時間 今天一共還是會有 嗚 又掉了 對對對 在進入小禮物時間之前 我想要先跟你們 就是分享我平常的 視頻是怎麼收納的 然後目前我準備了 兩個視頻收納盒 給你們看 第一個是這個 信封收納袋 它打開來就是這樣 然後你可以幫你的 視頻分層啊 什麼的 而且它後面也有一個 袋子 這邊拉鍊可以來放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收納起來 就是 真的很方便 然後視頻也很好找 不會亂動 嗯 然後 我忘記它的牌子是什麼 但是在PC Home 可以找得到 我盡量把連結 貼在最下面 然後 再來是這個 盒子 它是 我在那個 生活工廠買的 目前沒有東西 我主要是 預計把它放一些 戒指 然後 髮飾的部分 因為 我覺得這種東西 比較不容易打結 但是很容易打結的 就是要另外放 像我的項鍊是 用掛的掛在上面 這樣比較不容易打結 我覺得打結 真是會把我逼死 好 介紹時間完畢 進入Giveaway時間 Giveaway呢 這次有 十個名額 有其中五個禮物呢 是 Excel的眉筆 因為 我真的覺得太好用了 我真的很想跟你們分享 然後 其中有四個顏色 是PD01 就是最基本的咖啡色 然後有一個是 PD11 那我想說 可能會有 比較淺髮色的朋友 也想要參加抽獎 所以如果你想要抽PD01的話呢 你就留言說 我要抽獎 然後我想要PD01 或是我要抽獎 我想要PD11 然後PD11的顏色呢是 嗯 那叫什麼 信桃中 對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 關於Excel眉筆 它就是 第一次拆開的時候 剛化會覺得比較硬一點 然後顏色好像比較沒有那麼顯 但是 你在手上多畫幾下 它就會開始軟 然後開始跟你的肌膚比較吻合 那時候要畫上去的時候 就會非常方便 它的特色呢 是除了眉筆之外 還有眉粉 跟眉刷 所以就是 一支筆就可以搞定你整個眉毛的妝容 超讚 好 另外五個名額呢 其中有兩個是 是Excel的睫毛夾 因為實在是 太太太太好用了 所以 你們一定要認識它 OK 好 再來三個呢 是我剛剛有提到的唇膜 就是有米奇尼泥跟維尼的 所以就 這十個小禮物想要送給你們 抽獎方式呢 就是在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你也可以說你想要什麼 第二個呢 你要記得幫這個影片按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叫180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也歡迎把我的頻道推電給你的朋友 然後 嗯 就是訂閱按讚跟留言 就很簡單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就會在 Facebook吧 或是影片下方會公佈說 得獎者是哪十位 然後那時候呢 你們要記得在三天之內 把你們的地址 郵遞區號 姓名電話寄給我 然後我就會一起同情一起寄出 那影片就正式結束了 謝謝你們把影片看完 然後這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